第一名的瀑布 這種瀑布怎麼能不被世界看見 你們在寫作業喔 你們三個在這裡超好笑的 不會寫乏彎 不會寫乏彎 他留機喔 他手機 好我們現在在辦入山鎮 在馬家分住所 六點開始可以辦 嗨我是Alan 我是Amber 又來到 你很能到了 今天要去心中第一名的瀑布 今天還約了朋友 你要入境嗎 阿赫要不然我們飛空吧 不是不是 怎樣 大亨寶 大亨寶 也還飛手大亨寶 真是進場 那走吧 好 今天的目的是太古拉法斯瀑布 心中第一名的瀑布 怎麼到現在才拍呢 因為之前不能來 這條專武道路以前 他是平三五線 但後來 他就解編了 解編了以後 當地就申請專用道路 就變成一般民眾沒有辦法前來 所以我們就好幾年沒來了 以前他這條路開放的時候 我在2016年 一年來了五次 因為太喜歡這個瀑布 就一直到現在 2016的年為以後 我就沒有再進來過 今年三月底的時候 四月初的時候開放 所以我們現在就可以開進去 這樣等了幾年了 17、18、19、20、21 6年了 6年沒有來這個瀑布了 有點趕上 心中的第一名 居然那麼久沒有來 因為最近開放 大家也慢慢知道這個消息 加上天氣不錯 我覺得今天應該會蠻多人的 所以我們五點多就從這裡出發 那六點半的時候 半路山正現在開進來 好 來我們從剛剛的派出所往上開了25分鐘 走這個專武道路 專武 你知道專武是什麼嗎 專用武器 好遊戲玩太多 沒有啦 12345的專武道路 開上來25分鐘到馬家部落 這裡有一個比較大的廣場 後面有一個還算漂亮的廁所 可以休息一下 旁邊就是他們部落的廣場 到這個馬家部落再往上 等一下會遇到岔路 就要繳繳入山正 剛剛的入山正就要在這裡使用 我們就繼續往上走 積住 我要入山區 Yeah 所以呢 不用等到了 塩 從派出所上來大概40幾分鐘 50分鐘 把開到舊寶安部落 以前我們是都停這裡走下去 現在可以再開下去一點 從這裡左轉 會開始變比較陡 下面有很多石板屋 正前方鐵網後面這裡有一條路 是可以一直走到北大武山的舊登山口的 相距大概是10K 可是中間很多路攤方了 所以是要有一點經驗的登山客 才有辦法走這一條 而且要深情 你看他那個都封起來了 那等一下我們預計會在朝聖橋停車 那邊停車有個技巧 到的時候再拍給大家看 好那我們現在就左轉開下去 好我們剛剛從那邊開下來的 這也會有一個附地啦 下面就是我們今天要停車的地方 朝聖橋 那我的經驗是下來的時候呢 車頭往這一邊 然後倒車下去 這樣你在朝聖橋的時候 就會車頭往外 到時候要出來的時候比較方便 因為車子如果過這個彎 下到朝聖橋會比較難回轉 還是有辦法會比較困難 我們以前都這樣做 所以我今天也打算這樣做 我們現在在朝聖橋 終於把車停好 我們現在在朝聖橋 終於把車停好 那剛剛就是在上面的轉彎處 先車頭朝外慢慢倒退下來 最後會斜一點 最好有人在後面看 會這樣做 就是因為下來以後不好回轉 小轎車還可以 大台一點的會很困難 第二點就是如果下面很多車 都已經停了以後 下來會變得沒有地方回轉 那個時候要再倒上去 就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那我怎麼會知道這些呢 因為以前很喜歡這個地方 來過很多次 就是經驗啦 好那我們出發吧 這一條就是朝聖橋往下的路 這一段特別爛 朝聖橋下來的路到這邊以後就會好一些 走路的過程中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今天到的是 澀路峽谷瀑布群 這一條上來 就是澀路溪上面 非常非常多的瀑布 而且都很漂亮 這一連串的瀑布裡面呢 比較有名的 有五個 從下面就是獅王瀑布 非常漂亮 但今天不會去 我之後會找一個水比較小的時候去 它水面平靜的時候才是最漂亮 今天水比較大 獅王再上來就是 太古拉法斯 又叫沙拉灣瀑布 那再上去呢 還有排雲瀑布 又叫大鐵壁瀑布 那再上去還有排風瀑布 另外一個名字好像叫 凸大腦瀑布 那最上面還有一個很漂亮的 我沒去過 我只看過人家的影片 叫做圖明赤蠟吧 因為它是最上面的 所以下來的時候 你在往瀑布的頂看 好像上面已經沒東西這樣子 然後下來有一個很大的深水潭 之後看看有沒有機會去 那這五個裡面呢 最喜歡的是 今天要去的太古拉法斯 第二個就是獅王 這兩個瀑布在我心中就是 第一名跟第二名 這件事情之前在獅戶瀑布那一片 就有提到 獅戶就是心中的第三名 三個的潭水都很美 那太古拉法斯會在心中第一名 是因為它太壯闊了 它不是很高 40米而已吧 40米在瀑布裡面並不算高 但是它下面的腹地很大 整個地形的落差出來以後 左右寬度又很壯闊 它那個就很像一個拳頭 然後水就從中間這樣落下去 我預計從停車點走下去 大概是三十幾分鐘 你怎麼講那麼久呢 觸發一下心情 喔 欸 等一下 你還沒有展現你的感動耶 六年沒來 展現你的感動 我比較內斂一點 我都感動在這邊 這邊震盪很大你知道嗎 欸 你怎麼走掉啊 都要這麼長在心裡 我只是一個Vlog 乖一點啦 幹嘛啦 我要看現在什麼感動 過來過來 落石 快快離開 我們到了一個髮夾彎處 這裡展望非常好 眨眼的漂亮 哇 欸 太多層了吧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超多瀑布 又遇到一段爛路 這個很陡喔 畫面可能看不出來 但是實際上是蠻陡的 到一個轉彎看到這個時候 太古拉伐斯 瀑布群 然後 過來 對 差不多要下切了 下切點就在剛剛那個大石頭旁邊 那邊有人疊石頭 應該就這裡了 OK 下切點出現了 這很明顯 那瀑布 這裡看得到 超級壯觀 哇 好大 超大啦 我好像在那個 那個浮村有看過 這也太大了吧 直流半周 對啊 路繼續走呢 可以走到瀑布的上面 但我們要先 走到瀑布的下面看看 好喔 玻妞 等一下的路比較困難 你先飛的好不好 坐轎子喔 這邊都很滑 不要看我跳出來 不要看我跳出來 好 小心 一步一步來 絕對不要穿一般的鞋子就來 而且沒有經驗的也不要下來 而且沒有經驗的也不要下來 這比較長一點 好 好美喔 好美喔 對啊 第三段繩子 有幾個地方是那種 比較大片的石面 我覺得比較滑 路徑是蠻清楚的 鞋子不要穿太一般的 噢 瀑布的聲音越來越大了 第一名的瀑布 噢 轉彎啊 對啊 那個水霧馬上就上來了 可以體會我講的嗎 像一個拳頭一樣 對 就這樣 從這個 關節中間流下來的感覺 非常壯觀 非常壯觀 這種瀑布怎麼能不被世界看見呢 未來的水霧馬上就另一種 才是很壯觀 最大的水霧馬上就在走 中間流下的水霧馬上就被人看見了 在天啊 水霧馬上就來 那裡 在天啊 在天啊 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往这边走 就可以到瀑布的上面 手撑一下 脚踩中间 等一下 手刺到 还好吗 啊 流血了 早就流血了 哦 今天大家都挂踩 玻璃又可以下来 咦 镇子滑起来 哦 还是可以走啦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这个铁桥是新做的 这个的下面就是太朱拉法师 这个我们现在就铺顶上面 刚刚从铁桥那边高绕 铁桥旁边有高绕的路 这就是要往更上面的 巴达茵那边走 然后就会遇到这个要过水的地方 我本来今天不打算来这边的 因为我知道水蛮大的 想说 看能不能找一下空拍器 但我觉得路应该是不会有了 因为空拍器在 后面的树林里面 看起来很陡 所以就没有要过去了 一 二 三 哇 哇 哇 你没错 小心飞底 就来了 码流 酵事 你们喝奶油 深� ziehen 你们进去 亲茹 makeup 淪 都是 好,我們在這邊休息了一陣子 來來來,先看一下 橋在那邊,鐵橋 見面蠻多人的 垃圾一定要帶走 然後遇到另外一個頻道 阿拉伯! Yeah! 咱們也是去很多地方 好,大家支持一下 南部最強的部外頻道 都在這裡好不好 部外頻道強的都在南部啦 北部好像沒有 不要亂嗆 不要亂嗆 WeTrip 有幾個有幾個 他們也是很厲害 去很多地方 空拍很美 大家要看一下 走了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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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跟繞野孩掰掰 我也繞野孩 Yeah! 下次一起出去玩喔 等一下再走 回到車上了 下雨了快 快逃啊 大家都很聰明 車頭要朝外停 剛剛有車在下面叼掐了 所以千萬不要把車開下朝聖橋 除非你的車非常厲害 趕快走 吧 下超大 趕快下山 雖然我看天氣一整天是不到一毫米 累積喔 可是還是下幾個暴雨 所以就是保守一點 這是為什麼今天五點半就要出門 就是這樣 危機還沒結束 嚴肅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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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是嚴肅的喔 今天我們算是 這兩年的很多行程之中 化財最多的一次 手機摔到 然後你的肩膀也摔到 手機跟肩膀是同一件事情啊 就是我滑倒了 摔了一下 現在手 喔 右肩有點舉不起來 反正出門 反正就是有風險嘛 損失蠻大的 但是 既然是最害的瀑布 這個犧牲應該還可以撐得住吧 可以 它還是我最愛的瀑布 影片發出去之後 大家要來的話 一定要小心各種的 地滑 然後水大 流啊 空派 其實因為那邊 站往了非常多的空派 目前知道就已經散開 然後剛剛也有人掉洽 開上去的路 也有可能會有落實 所以是 算是有風險的地方 大家自己評估一下 就這樣了 就這樣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開小鈴鐺 掰掰 喔對 會員頻道開了 對 最近受到很多鼓勵 恩 謝謝大家 謝謝 我們會繼續加油 掰 好 現在手舉不起來 真的是 手不舉 為了確保狀況 還是來照一下X光 剛剛看是沒問題 可能是肌肉的 瞬間的挫傷 你有挫傷啊 可是手就是 你看 我沒有辦法往前舉這樣 今天 其實心裡有點難過 這是我最喜歡的瀑布 那今天 因為天氣沒有辦法玩水 水太大 然後 空拍機又 又毀了 就 纏在樹上拿不到 那懸崖峭壁 然後我又 挫傷 我本來想要把它拍成一個 大片 讓大家知道 這個台灣很漂亮 讓 其他國家知道 這是 很厲害的 但 對 沒關係啦 總會 那個什麼 真的有一句名言啊 嗯 山路 山路走多了 總會三明治 YES 但是 還是很開心啦 瀑布 真的還是很漂亮 嗯 這絕對是搬得上 國際舞台的瀑布 哦 這是我們台灣人的驕傲 OK 所以 你這樣 笑著離開 很阿伯耶 你看 是是是 這樣才有那種帥感 對不對 講完就走 OK 你看看嗎 看